Hello 我是辣媽CEO 張維曼 今次跟大家示範這個 很多人都覺得很難做 但其實你知道的竅門 是在家裏都可以做到的 乾炒牛殼 這是美國Prime Angus Beef 這是牛頸隻 我這裡是半磅 我跟老闆說過我用來炒牛殼 可不可以幫我炮厚一點 於是我就會得到現在的厚度 記住 又是了 解凍的過程裏有水分 把它吸乾 切了差不多的大小 肥的這些 我喜歡有些肥油 如果你不喜歡就不要 然後先醃牛肉 醃牛肉的準則是 不會加鹽 因為如果加了鹽 它牛肉卸水 胡椒粉 蠔油 生抽 還有少許的糖 拌勻之後 因為我要炒的時候 希望它可以幫我鎖住水分 我就直接加這個生粉 我用的這隻牛 本身它已經有很夠的油花 我一會兒會像煎牛扒一樣 我不加油 用鑊的高溫 好像煎豐一樣 令到它的牛肉更香 就比較貼近我們家裡做不到的鑊器 如果你買一包包的薄身 那些打火鍋的牛肉 都一樣是這樣拌 不和少一點 如果不是的話 你控制不到就不夠乾 拌勻之後 然後我們放在它一邊 不用管它 這裡有一斤的可粉 如果一斤的可粉 這裡炒起來 如果你一家大小吃 其實應該都夠了 你買可粉回來 就一定要跟它說 你要炒的可粉 它會是這樣粗 其實可粉本身是一塊塊 它就會把它疊起來 再用機器拆拆拆拆拆 所以它會黏起來 是正常的 就是把可粉鬆開 鬆一條條 在你鬆的過程中 你看到這些一塊塊 我就直接不要了 這個工序是絕對值得的 在這個工序做了 你一會兒炒得均勻 可粉太新鮮 它濕身 又比較難炒 但是呢 因為現在這個天氣 我說明一下 我這個天氣 我昨天去買 它真的比新鮮的硬一點 分開它那個過程中 不要那麼用力 但是如果你買回來 是很新鮮的可粉 但是你覺得剁它的時候 它好像很軟熟 好像不是那麼容易剁 稍微通通風之後才會剁 我就奉勸大家 不要放過雪櫃 你怎樣炒 它都爛的 它要抽乾了它本身的水分 搞定了之後 先加少許老抽 輕輕地攪拌 它就已經上色 一會兒炒它的時候 再讚老抽 即使攪不均勻 你就不會突然有白癩的情況出現 先炒牛肉 看你牛肉本身夠不夠肥 如果不夠的 你可能就要加少許油 我一放下來 就已經聞到很香 因為一會兒我們還會回鍋 一起炒 所以差不多六七成就可以起了 然後我們開火 再加少許油 先把口粉放下去 不需要很大火 我們慢慢動一動它 如果你們炒的時候 覺得油不夠 是可以加的 你看到它開始熱了 醬 少許的老抽 肉 因為它是沒有鹹味的 所以我都會加少許的 就是生抽 如果你家裡有一個大一點的熱結鍋 炒的時候是容易些 或者你不是炒我的份量那麼大 你就是容易些炒的 搞定了 再下牛肉 芽菜和韭黃 外面現在你們吃乾生後殼 很多時候會看到有洋蔥 我想告訴你們 當我們小時候去吃乾生後殼 是沒有洋蔥的 一定是韭黃和銀芽 所以其實我建議大家買銀芽的原因 第一就是最主要就是乾淨 基本上韭黃是一落就可以了 現在我已經關火了 可以靠鍋裡面的餘溫 就已經可以令到那個韭黃夠熟和夠香 好了 這樣就可以上碟 這個韭黃最重要就是趁熱吃 這個鳳梨炒韭粉不要等 不要手機吃先 即刻吃 在剛剛不是 Charles 有火鍋 這個粉絲 然後這個粉絲 就有火鍋 成果 有小火鍋 就要有火鍋 做隨身 放火鍋 小火鍋 有火鍋 要放火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